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28日 蓝军沙迪绝不拖泥带水 周三凌晨 班尼茅夫将与车路市展开一场友谊赛 虽然车路市此前并未进行热身赛 但鉴于一众参加了欧国杯的主力悉数回归 球队阵容实力 已得到补充金副面对上仗友谊赛失利的班尼茅夫 车路市迎波将轻而易举 班尼茅夫上级英冠表现重归重举 最终录得22胜11和13负的战绩 排名积分榜第六位 并获得升班附加赛的资格 然而球队在附加赛中表现不佳 首圈就以2比3的总比分被冰福特淘汰 早早结束赛季征程 休赛期 球队先后与拉莲斯以及格兰纳达展开对话 在与低组别的拉莲斯交手时 班尼茅夫以4比2取胜 但在与实力不俗的格兰纳达交手时却1比2落败 可见他们打硬仗的能力不足 金兔面对新科欧关冠军车路市 班尼茅夫的确难有作为 由于此前队内出现疑似新冠案例 此前与杜西达连的友谊赛被迫取消 继而被队内友谊赛替代 在那场比赛中 前锋部落查和攻击手赫辰闹度尔为各自球队建功 最终两队一比一握手言和 从队内友谊赛表现来看 赫尘闹度尔备战状态不俗 不出意外的话 他经战会继续为车路市劈挂上阵 另外 没有国际赛任务的谭美阿巴迁 薛耶治等人都已归队 而此前参加欧国杯的迪姆华拿 夏威斯也已经重返训练场 虽然目前的车路市并非最强阵 但以半主力击败英冠中油分子的 班尼茅夫人是轻而易举 你正在收听的是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